大家好,聽不聽到,聽不聽到,聽不聽到,現在聽到了,是不是 聽到的,可不可以在留言給我一個OK的聲音 聽到聲音,可不可以留言給我一個OK的聲音 應該OK的,最近會試多些直播,今天很短,試完Facebook 其實一直都有地區性廣告可以目標的 但是我一直都很質疑那個成效,因為地區性廣告是你出現的廣告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現了 例如吉隆坡的雙子塔一公里範圍以來 或者銅鑼灣時代廣場的一公里以來 那廣告出現了,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在那個範圍出過呢 所以這幾年,我一直都不太接受地區性廣告的做法 就是網上,我都會建議不如地區性派回全單算吧 不要弄得那麼複雜的事情 這次重新測試過之後,又有些改觀 所以很快就分享這個案件 因為香港來說特別是零售業 例如你是展發的 你是做遊客生意的 你是餐廳來的 你是很需要做你的店舖附近的人的話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會很適合你了 那我直接講進去主題吧 我先分享一下這個鏡頭 這個廣告我真的是浪費錢來試的 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地區性的業務 我沒得叫人上來我的辦公室買東西的 我沒什麼可以賣給你的辦公室 但是純粹扔了幾百元去 去試一下一個地區性的廣告 我先找一下在哪邊的廣告 小了三百多元 我先說第一個點是怎樣知道廣告是不是 即是中了一個範圍 那廣告是這樣的 純粹的 純粹 講一句話是教授網絡行銷知識 因為都不自在那區的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地區性業務 就是一個廣告來的嘛 那就隨便出一個廣告 隨便出一個廣告來試吧 那其實廣告管理員裏面 你去Break down 我想問大家是看中文版還是看英文版的 你想看中文版還是看英文版的 你留言告訴我吧 我先看著英文吧 你去廣告管理員裏錄完廣告 你去Break down 可以Break down 做這個 Region 的 是不是 Region 的定義是 馬來西亞你的地方夠大你就明白吧 Region 就是雪蘭鵝 佐康 宜保 這些就是Region 是不是 但是香港 其實都有Region 看的 就是這個 這個廣告 我是目標的 東區 的某一條街 但是你看到那個數據 Break down 之後 都反映到 其實那個廣告是OK的 你看到 如果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你可能不是很熟悉香港的地方 但anyway 我簡化一件事來說 就是 你會見到 300元的廣告裏面 有 我想有 目測應該有九成的預算 它會自動就是 來了這個 Eastern 的地域 即是是中的 這兩個其實是 香港對上一點的地方 整件事是合理的 所以你會見到 廣告是懂得 在一個區域出現過 我唯有相信這數字 因為 如果我們做Digital Marketing 我們不相信 報告 其實整件事是不會成立的 我們做什麼Marketing 所以 基於這個報告 我們看到 其實是OK的 值得一試 你看到東區 這個District 那當然 你看回Cost per Action 就是 你除開任何的Cat 一定會貴的 因為你現在集中瞄準那一點 再加上香港的人口 本身是 這麼小的話 不要預期很多 那些數據會很漂亮 但Anyway 這樣都OK 叫做 Kick-through rate 挨近1% 但是 我想地區性生意分析這個 的 就是作為一個參考 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這些就是我的數據 1%的link Kick-through rate Kick-through rate all 1.11 好了 但是reven score 會很低 只有1分 所以這個CPM就很高 因為很不合理的 我這個廣告本身 不是一個 你不能上來買東西的 純粹是一個測試 所以正常 80元的CPM 應該 在個案經驗來說 在香港區來說算貴的 我們一般平時是 4-50元 我猜是因為reven score 太低 所以他的CPM就貴了 好了 講一講設定 如何設定 如果你是做餐廳 你是做 髮型店 你是開店賣東西的 你是樓上店 那怎樣打擊 那一區的人 就進去SZ 就知道了 那麼 其實他有一個設定 是讓你這樣 把針放進去 是不是 其實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或者我開一個 新的SZ 去展示一次 好了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是目標 銅鑼灣的 你在銅鑼灣開店 那麼 有 香港的街道很密集的 如果你嘗試 一對 按Drop Pin 去 一對 你就會發現一對 已經是整個 是整個香港 所以你唯有就是 在這裏收細 很有趣的 你拉到最盡 你拉到最盡是二的 很有趣的 你在這裡輸入一按Enter 是有給你一的 真的很奇怪 我試一次給你看 你拉 我放大一些畫面 很過癮的 你拉它 是二的 但是你打一按Enter 它有一個 真的很神奇 好了 但是你會看到 你縮到最小 都已經是 整個銅鑼灣 我看見了 這個廣告已經蓋上去 這裏應該是 天后和炮來山 已經 這裏就去了 灣仔 這裏應該是 一般而言 你這樣都可以去 去試 但是 這裏 他就說 這一區找到 53萬人 這個數字我就覺得 一般可信 Anyway 怎樣再縮窄 去某一條街呢 因為你會 可能你是餐廳 你不會 炮來山的人 是不會 午餐坐車過來 銅鑼灣 特意坐幾個自車來 銅鑼灣吃飯 吃午餐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而已 為什麼 不要收到這麼闊呢 就是利用 Excrued 功能 你怎樣玩法呢 你按Excrued 就是在這個圈外放四針 縮回扎進去 這個做法就是這樣 東南西北放四針 第一針 你放下去 然後這裏又縮回一度 好了 然後 雖然這裏是海 但是我假設你 如果是馬來西亞里的大蜜博 四邊都是陸地 那你這裏也要放一針 放 然後右邊是一 諸如此類 這邊又放了針 最後 底部又放了針 我相信你都明白了那個方向了 那你現在呢 做的事情就是 極微細地 嘗試瞄著這幾條街去打擊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但是我想 做餐廳來說呢 這個打擊是值得一試的 值得幾精準的 好了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喂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東西回到呢 如果你是開店 我們就建議你的廣告 就是你出那個案子的時候 在你出那個案子的時候 不妨在一個文字上面呢 就給一些審訊 一定要是一個即時性的審訊 例如 你現在 就是你可以這樣做的 例如說 你現在 screen cap 這個廣告 來到店裡 吃午餐廳 是會送一個燒賣給你的 例如 你就知道 他是因為這個廣告而來 你就測試到 這件事 有沒有東西回到 例如你是 髮型店的 你可能是 洗剪吹的 你可能是免費 或者是一個糾摺也好 或者是一個免費的 就是送一點點出去不會死的 那些東西 你就吸了一個 客戶回來 還有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 你的廣告上面一定要有一個 地區性的字眼在 例如 你的廣告是 打擊 雙子塔周邊一公里範圍以來的人 或者你甚至是瞄著一棟大廈的 你的文字可以寫著說是 雙子塔的 辦公人員 憑職員證 是會有這個 吃飯是會有優惠的 在雙子塔 做事的那班人 他會覺得那個廣告 是 很重要 所以你的廣告的點擊率會很高 如果你出了一個廣告 他寫明是那條街的 百德辛街 的 只是負百德辛街的優惠 所以你這樣就可以創造到一個高的點擊率 所以重點有兩個 第一就是 你要有一個量度的項目 第二就是在這個廣告的字眼上 去描述地區的字眼 就可以提升到那個廣告的點擊率 那不妨呢 不妨自己回去試一下這招行不行 如果你真的行不行 你真的做餐廳 真的多生意 不妨呢 inboxer 請我去幫你 請我去吃一頓飯 好嗎 那今天的 分享是這麽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 Facebook 設定的一些 策略也好 小技巧也好 可以 去socialmarketing.com 在FB Video 自己去得到更多的資訊 好嗎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麽多 拜拜